安安哥哥帮我做艾利克斯 安安哥哥 帮我拼积木人盲盒 什么情况 安安哥哥 哈喽 我来了 我们被大叔挡住了去路 可以帮我做一个会砍树的人物出来吗 会砍树的 会砍树的有谁啊 安安哥哥 坦克世界里的电锯机器人有电锯 他应该会砍树 电锯机器人坦克 太难了吧 一做出来小伙伴们都会喜欢你的 安安哥哥 我还知道熊出墨里面也有个人物会砍树 熊出墨里面的人物 会是谁呢 他没有头发 还戴着安全帽 我知道了 我马上把它做出来 取灰色和棕色黏土混合成水泥灰 给这个会砍树的人做一个身体 再取深紫色黏土压瓶 做一条裤子给他穿上 在东北的大森林里 天气还是比较冷的 所以安安哥哥要做多几件棉衣给他 让他不怕寒冷 专心砍树 嗯 不对不对 如果他把森林里的树木都砍完了 那么森林里的动物们不是无家可归了吗 这个人虽然身材瘦小 但是他砍树的能力是相当厉害的 他老是幻想着把森林里的树都砍下来做木材 李老板就会奖励他很多钱 所以安安哥哥不能做砍树的工具给他 让他的双手比个叶 这样他就不能砍树了 再做一双老北京布鞋给他穿上 让他去爬爬山 运动运动 呼吸一下森林里的新鲜空气 安安哥哥 你快点 这些奇怪的树越长越多了 我也想快点了 但是我没能量了 安安哥哥 小伙伴们会支持你 给你增加能量的 哦 我又充满能量了 我一定加快 草莓熊说他是熊出墨里的人物 没有头发 戴着安全帽 安安哥哥用最快的速度把它做好了 大树越来越多了 熊大 熊二 你们在找我吗 不是光头墙 安安哥哥 你做错了 草莓熊 我们快跑